随着网络小说改编潮的盛行啊 眼下呢又有一部根据知名小说 如果可以这样爱来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正在拍摄中 不过呢值得注意的是啊 在本剧上要上演虐恋的竟然是佟大为和刘诗诗这对全新出炉的CP组合 到底配合的怎么样呢 一起来看一下 我当时看了剧本以后我很心动 但是其实因为还有其他的事情 所以就也挺不忍的 然后就本来是已经 对 后来这个诗诗老师还是忍同格爱 把那边给割了 然后就来我们这儿来了 虽然童大为说得轻巧 不过事实上他当初花了整整一个月才说服了刘诗诗 刘诗诗解释说当时一来确实是有其他工作在身 二来则是与童大为素未谋面 但最终童大为还是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成功促成了大师组合 还挺鼓励我的 主要是他给我压力 就像他真的他词背太熟了 就觉得压力好大 从这一搭一荡 事实还不时畅效的模样 我们也不难看出这两位合作的是有多和谐了 甚至用欢乐来形容都不为过 今天早上那么大的风我们在湖边的风中要演一场戏 又动得脸都感觉不太受控 当拍近景的时候我还干了一件让诗诗很跳戏的事 我穿了一条棉裤 导演说我要整个穿着穿帮 我就把它吞到了膝盖以下 穿了吧你 虽然拍得欢 不过从目前公开的剧照来看 两位CP感还是很不错的 对此刘诗诗本人也是自信满满 越拍我觉得越喜欢这个角色 而且演得特别的过瘾 对我来说应该是这几年最放得开的一次 而之所以能有如此超长的表现 刘诗诗说这一切还是得感谢搭档 随便我怎么演 空间很大 事实上不光是刘诗诗 有细心的网友发现 这些年来佟大为几乎是包揽了国内的一线女心 而且更神的是 她无论是和谁合作都还能有CP感 2003年的《玉观音》中 孙丽和佟大为的曲折恋情成为了不少观众心目中的经典 也正是这部作品让初出茅庐的孙丽一炮走红 成了眼下如日中天的太后 我什么都没演过那时候正好好像我记得在放大为的那个《我爱你》那个电影 脸有点醋说实话 但是进足以后我觉得他们完全没有给我这样的感觉 很多年以后孙丽曾在电话中感谢老搭档同大为打破了最初的隔阂 而佟大为则谦虚地说孙丽是成长的伙伴 我们在丽江零下几度特别冷 然后我们俩穿的那个背心和短裤 对 在外边打了一晚上 那场戏拍完之后 我特别想抱着孙丽一起抱头痛哭 我们俩共同经历了好多 而巧的是 另一位上海籍女演员马依丽 也是在2006年与佟大为合作了之后 事业才扶摇直上 那些都不重要 那什么重要 和你在一起 就是和你在一起 边吵边笑 佟大为走戏都说得特别溜 但是一正是开拍呢 一拍开拍很奇怪 结果到那个点就卡格 大家就开始乐了 四年之后 马依丽佟大为再续前员 合作婚姻保卫战 嬉笑之下 其实是佟大为敏锐的观察 比奋斗的时候沉下来很多 可能是因为他结婚了 我能接受到 我的这个搭档 这个对手 给我的多少刺激 我就回应他多少刺激 而同事刺激定理 在虎妈猫吧里也比比皆是 或者一场吵架当中 他吵出很多的那种意思出来 你带着孩子一块骗我 你有点联手在骗我 行行行 我惹不起我躲得起行吗 站住 你去哪 你去哪 这是你家 你去哪 你哪也不能去 正是佟大为对赵薇的观察碰撞 成功锻炼了大火的虎妈猫吧 除了电视剧 电影方面 佟大为的合作对象 更是个个如雷逛耳 范冰冰 张可怡 你哪知道我口中的 看你就像北方人 那你是啥地方人啊 就算上海了 周迅 不就是早告啊 有什么呀 周迅 变态呢 最近很多女神都被我承包了 是 这样的说法其实很漂亮 确实是跟这个 徐静雷啊 这个 赵薇啊 子怡啊 还有周迅啊 都有过合作 也难怪有网友感叹 流水的女主角 铁打的佟大为辣 我让自己尽量的放松 你一眼成什么样 我就跟你配合你到什么样 这戏接出来肯定是好看 请一个再现 走好吧